新闻首先马上来带您关心 欧司马再生能源科技公司 宣称有独家技术 让石化废弃物再次被利用 但是台北地检署获报 欧司马疑似涉嫌违法吸金 18号晚间 具体董事长张桂廷 总经理陈文希等9人到案 经检方复讯后 将张桂廷、陈文希以及干部等4人 依涉嫌诈欺等罪嫌 向法院申请羁押或卷 另外3名员工分别以10万元交保